開山路對於山平的穩定是很大的損害 所以大家不能說在山路裡面一直開樓一直開樓 你如果親在開樓不遵遇的話 你是違反水特保持法 要讓你來關 要讓你發錢 所以請大家要注意 而且不但對於我們的大地作性不穩定 後來貨犯無窮 所以山路如果已經有的 我們說為了政府已經跟你們在山頂 請大家說我們不定義就要幫你盜利 如果不下去 如果沒有的話絕對有人開 不開新產業道路 不擴大產業道路 這兩條請大家來合作 你如果覺得有人在開樓 請你幫政府補一下 政府就會來處理 我們因為大家在水特保持人體的時候 讓我們的家鄉越來越安全 這是我們最大的願望 當時我們的生態工法 他們會對生態環境作成最大的勢勢 所以我們的地球資源 就不受到很大的損害 不受到很大的損害的時候 我們照顧得永續經營 現在全世界大家都很自動永續經營 因為過去我們為了我們的開發 將來的主委都很快就把它放下去 要是把它破壞下去 後來我們的怕孫子 要減這個世界地球村 要換的時候一個危機 所以今年聯合國 北海九月在南非 它就開一個勇促經營 這個高峰會議 大家對這個勇氣經營都非常非常注重 我們這個生態工法的整治土石流 包括我們後期生態工法的整治 我們的道路 我們的河川 都是符合世界的條例 希望這樣 我們台灣謝謝大家 大家的怕孫子 都可以像我們的鄉市豐富的電球主委 隊伍 Frage